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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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朋友大家好 歡迎歡迎收看今天的 吻超聲見節目 那大家對於這個台股 未來的行情 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的關心 也就是說關心 這個7月份 8月份 9月份 這三個月裡面 到底台股未來有沒有行情 那我認為有 這個研導師把認為有的原因 讓大家參考一下 好嗎 第一個 這個台商目前為止 好像匯進來的資金 好像越來越多了 好像是越來越多了 那這些所謂的大戶 中十戶 他們在未來的台股裡面 我相信可能怎麼樣 都有所謂的標的 那目前為止 資金的部分沒有問題 那FED的目前為止 可能要做出個降息嗎 就在這個月 這個月它不降 可能下個月怎麼樣 它就開始降 這個對於台股啊 都是一個利多的一個消息 其實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不是中美貿易戰 是說目前為止啊 我們看到所謂的台股啊 這個除權息的一個行情 填權息啊 目前為止可能是 這個近十年以來啊 這個最順的 台積電啊你看六天 就馬上做到一個填息的一個動作了 那多方的股票 包括岩老師在節目裡 跟大家講的 郁金光也好 這個康控也好 這個聯發科也好 這個目前為止股價怎麼樣 都還在漲 那投資者 你現在要去想喔 下個禮拜要去買什麼樣的股票 這個很重要 下個禮拜喔 也就是說現在 你好像看到大盤在量縮嘛 那量縮就要去找那個小支的 因為大型股不會漲 量縮整理啊 大型股不會漲 所以說下個禮拜 這些小支的股票 要稍微的要注意一下 那岩老師在這個禮拜節目裡 跟大家講 你現在要去做的 不是去找那個漲很多的 現在要去買的 就是要去買未來會大漲的股票 現在什麼樣的股票 它在低檔區正要發動的 這個就是投資人 現在要去想的一個問題啦 那當然今天的一個台股啊 好像這個尾盤啊 好像又開始在拉了對不對 那下個禮拜要請注意 小支的 這個股票的話上漲的機會比較大 那今天我們來看一檔股票好不好 來 這一檔股票是屬於一個5G概念的 那有沒有符合我們的要求 在低檔區起漲的 今年下半年有所謂的5G的一個概念 最主要的在找盤的時候 在找盤的時候有沒有人去做動作 如果說有去做動作 這個股票有去做動作 那它在早上的9點26分 非常快的一個速度啊 這個就是大家所希望的 我買到一檔股票 我買到一檔股票 我在買了之後 我在做動作之後啊 很快的速度就拉到所謂的漲停板 我相信這個是大家所樂意的 去見到的一個結果啦 但是老師我跟你講 這個股票我好像來不及 那來不及該怎麼辦 會不會拉回一定會嘛 因為現在大盤這個量沒有出來 很多的股票在一天漲之後啊 可能第二天第三天啊 你都還有機會去上車啦 我這邊舉例跟大家說明一下好不好 很多的股票在第一時間點 你都可以去做動作 如果說沒有辦法去做動作 都有拉回的一個機會啦 當然這檔股票5G 5G概念的光通訊股的話 你在未來的走勢裡面 如果有拉回 如果有拉回 你也可以稍微的注意一下啦 那當然今天牌面上面 最強的一個族群啊 今天最強的一個族群叫什麼 叫MOSB 對不對 MOSB的話進入到第三季啊 其實它就是一個旺季的一個效益 我們在節目裡面跟大家講過三檔 這個MOSB的股票 包含捷利也好 大宗也好 尼克森也好 我相信這三檔股票在今天怎麼樣 今天都是大漲 那有沒有符合顏老師在節目裡面 跟大家講的一個選股一個邏輯 低檔去買 拉回買 最後怎麼樣 你能夠賺得到錢好不好 好 我們來看一下好不好 這一檔股票叫捷利 今天創波段新高 這個地方 投資人可能都是用看的 對不對 因為不確定說它會不會漲 等到股價漲上去了 這個地方它又說漲太多了 對不對 這個地方可能有拉回的一個機會 這個地方整理嘛 那拉回再不買 今天怎麼樣 今天就創新高了 那這個股票的話能不能賺得到錢 當然可以 當然可以賺得到錢 因為股價在低檔去 你買了之後股價創新高 這個股價對不對 創新高你就賺得到錢嘛 對不對 非常簡單的好不好 非常簡單的 來告訴你 只要你敢買 只要你敢動作的 這個地方都是賺得到錢 當然這個MOSB的股票我們講很多 我們講很多了 那這檔股票我相信如果說有動作的 有動作 竭力啦 竭力 有辦法去做動作的人應該怎麼樣 都賺得到錢好不好 那除了這檔股票以外 那老師啊 尼克森你怎麼看 其實一樣啦 這個地方嘛 上升軌道趨勢沒有改變 這個地方買就賺得到錢 那尼克森的部分的話 老師就必須要講一下啦 因為同樣一個族群啊 有時候漲得比較快 有些股票有時候漲得比較快 有時候漲得比較慢 那你就要去看一下 每一檔股票它的狀況不一樣 那這個地方 你買了之後啊 它直接到這個地方還是有機會 比如說從這個地方啊 漲到這個地方 它比較有連續性啊 那這個地方可能有兩天三天的一個拉回 今天怎麼樣 今天7月5號 這個尼克森 再創波段新高 當然有人說 老師你到底有沒有這檔股票 其實有 就要拿出證據啦 我們一分證據講一分話 沒有買 我們就跟各位講 我們沒有買嘛 其實這個操作啦 誠信為本 我以前在學校的時候啊 我們的老師都跟顏老師講 這個做人 有時候誠信是最重要的 有做你就跟投資人講說 我就有買 沒有做 我們就跟投資人講說 真的我沒有 我就沒有嘛對不對 那這檔股票有沒有 沒有 顏老師拿證據給你看好不好 來今天是7月5號好不好 7月5號尼克森這檔股票 MOSB的股票 顏老師認為有旺季的效益 這檔股票 再創波段新高 也就是每一個人去買的人啊 到今天為止 到今天為止可能漲了三成嘛 可能漲了三成嘛 股價再創波段新高啊 應該怎麼樣 每一個人啊 都應該賺得到錢 但是我認為旺季效益 這個股票有時候啊 就不要賣得太早 我認為賣得太早 對投資人而言的話 不見得是一件好事情 那當然這個台股啊 進入到下個禮拜 我認為這個行情啊 還是有上車的一個機會啦 只是說這個行情來了 你要不要好好的把握 那我們來看一下大盤的K線圖 來 這個禮拜的盤是你要注意 禮拜一創新高 禮拜二拉回 禮拜三怎麼樣下跌嘛 也就是說這個行情啊上下 大概就從所謂的1700 1750點到所謂的創新高 這個地方接近10900點 在這個地方盤整 那我相信這個地方操作是 困難度比較大的 那進度到下禮拜你要注意 今天的量大概是維持在800多億 下個禮拜 下個禮拜小型股的部分先注意 補量的話這個行情啊 這個行情跟前面啊 你要看一下喔 我現在就告訴你 你現在這個行情在這個地方 你不要說等到這個地方的時候 超過了 到時候超過了 你說老師啊 你都沒有告訴我 其實我現在我就會告訴你嘛 從下個禮拜開始以後 開始玩大的 很多的股票啊 開始玩大的 玩大的就不是說什麼三成五成啊 可能會超過五成啊 可能會翻倍 你要注意喔 我沒有跟你開玩笑喔 我說玩大的喔 我說玩大的一定有我的理由嘛 就像之前啊 我在節目裡面告訴你喔 這個6月10號跟你講什麼 這個叫島型的反轉 這個地方要站在買方 6月21號 閻老師再度的提醒你啊 島型反轉之後出現所謂的 向上的一個缺口 這個叫做突破的一個缺口 就算拉回的時候 研老師用開盤辦法告訴你 我用開盤辦法告訴你 這個地方的拉回 他來到多少 他來到多少 10652點嘛 這個地方剛剛好 來到所謂的多方的一個支撐啊 我還舉例給你看啊 你這個地方你沒有買 有時候行情就直接 這個地方沒有買 有時候行情就直接就上去了嘛 那你拉回再不買 未來 研老師直接跟你講未來 未來到底會怎麼樣 有時候的話你就要慢慢的看啦 反正研老師非常確定 這個大盤 在未來 這三個字啊 也許你現在不會相信啦 但是你未來你會慢慢驗證 研老師現在跟你講的 你可能未來都會相信 那下個禮拜要買什麼樣的股票 非常簡單嘛 我的看法沒有改變啦 你買低檔區的 你買正要發動的 你買未來會大漲的股票 也許有些投資人啊 這股票操作很厲害 可能他有辦法找得到 對不對 找得到那些股票 但是絕大多數人找不到嘛 所以那找不到的 你來找研老師好不好 那研老師在今天的一個節目裡面 請各位注意了 下個禮拜要玩大的 你要參加的 你想要賺錢的 你認為說跟上研老師的腳步 你要跟老師玩大的 研老師非常歡迎你 這個天上掉下來的機會 你要好好的把握 你要好好的把握 有時候該上車的股票 你就要去買嘛 你就要中壓 不要只說等漲上去了 你又來問老師 我能不能多買一點 其實在低檔區 研老師都跟你講 你可以買多一點 不用怕 老師在好不好 老師陪著你一起來玩 玩大的 但是我要先聲明一下 股票是拉回買 是買在底部 我不會帶你去追 這個是你要先確認的 等你都確認了 老師我要玩大的 老師我要賺大條的 老師我願意跟著你 低檔區 我們來找一檔股票 我們來做 那老師今天非常歡迎你 這個電視機前面 都有所謂的 歐嚕嚕你看到嗎 歐嚕嚕一塊對不對 那個叫做QR Code 可以掃描QR Code 直接加入到 顏老師的好朋友 那老師就會用LINE 來直接告訴你 下個禮拜 你要去做什麼樣的動作 下個禮拜 有拿幾檔股票 我讓你先知道 今天只要你加LINE 非常簡單 打電話要花一塊錢 加LINE不用錢 但是從9月份開始 加LINE這個訊息的一個傳送 每一通好像要0.7毛錢 0.07啦 但是如果說這個LINE的數字太大了 對於投資朋友們也是一個負擔 對於我們公司也是一個負擔 但是我們跟公司高層商量過了 我們公司商量認為說 這個電視的平台也好 這個LINE的平台也好 就是提供投資人 一個所謂的認識這個股票交易 知道所謂的風險跟利潤 這個正確的一個理財的一個觀念 我們要提供這個平台 我們就必須要有所犧牲 所以你現在去加LINE 去掃描QR Code 我們沒有收費 我們希望能提供一個優質的服務 當然我們開會的結果 我們還要再提供更好的一個服務 所以說你最近可能掃描QR Code 加LINE的你會發現 顏老師這個LINE的族群裡面 這個服務的項目好像越來越多了對不對 沒有錯 顏老師盡我所能的好不好 今天請注意 這個老師要玩大的來 老師要玩大的 你要不要玩 願意參加的今天記得 現在趕快用你的手機來掃描QR Code 拜託你趕快來掃 掃了QR Code以後有什麼好處呢 下個禮拜 我們有一份重要的研究報告 我們會在LINE裡面直接告訴你 所以你現在趕快掃描QR Code 趕快加LINE LINE的一個ID地址 小老鼠 HXI6868U 這個地方你用手動的 你用照相的也可以啦 直接手動的 我們會在第一時間點 直接幫各位來掌握下個禮拜要標的股票 那下禮拜要標的股票 要不要事先告訴你 當然要嘛 但是你沒有加入好朋友 我沒有辦法告訴你好不好 你現在趕快加 你加了之後 顏老師會告訴你 裡面有個投資組合 叫做7月的標王之王 好 它是屬於一個個股 個股7月份的操作請記得 我們在7月標王之王這份重要資料裡面 有個股的研究的一個報告 今天只要你加入到LINE 你成為好朋友 你直接用點的 直接用點的點進去 你就拿得到了 好 那我先說明一下好不好 你資金部位比較小的 也許裡面就是一個投資組合 你只要注意到第一檔股票 第一檔股票就可以了 因為第一檔股票是屬於單股所單的 單股所單 你有索取過你應該都知道了 你只要注意到第一檔股票 如果說你資金部位比較大的 你就看到第二檔跟第三檔 我們這個7月標王之王裡面 研究報告裡面有三檔股票 資金部位比較小的 你看第一檔股票 資金部位比較大的 後面的一二三檔 你都可以帶回家 條件只有一個 加入到LINE 8嘛 成為顏老師的好朋友 你直接點好不好 所以現在開放這個手機QR Code 直接讓你掃描 直接讓你LINE直接加 我相信7月份的一個操作的話 你想要賺錢的 就要從 顏老師現在要跟各位講的 那多頭的召集力 顏老師火速的 請有一些投資人 你要記得顏老師跟你講的 多頭召集力顏老師一直在發 我請你怎麼樣火速的來歸隊 火速的來賺錢 你現在需要的是一位 真的能夠幫助各位賺錢的一個老師 這個非常非常重要 今天這檔股票能不能賺得到錢 當然可以 提早買 買不到了沒有關係 你拉回嘛 好不好 等拉回 之前跟你講的 郁金框也是一樣 這叫多頭的指標對不對 你買在這個地方賺錢 沒有叫你追 拉回怎麼樣 能不能買可以啊 每一次的拉回 你去做動作 股價創新高 我相信都賺得到錢啊 上次把這檔股票3707的漢 我放在所謂的LINE裡面 我相信你一定有拿到 你一定有點進去看 拿到點進去看以後 股價有沒有漲上去 有嘛 那股價漲上去能不能賺得到錢 你自己看一下嘛 對不對 老師這個最標的股票叫什麼 這個五月份好不好 我們從五月份我們來看好不好 我們不要看到現在7月啦 當然這檔股票在近期 還在創新高啦 立基啦 五月份的股票最標的就是他啦 30塊 40塊 50塊 你盡量買 現在起到90塊了 對不對 這資料有送給你嗎 這資料有沒有送給你 有啦 這是五月的 六月份哪檔股票最標 康控 有沒有叫你去追 沒有嘛 低檔區嘛 五月的強棒初級 送給你 一路大漲到六月 對不對 老師7月1號還在節目裡面 跟你講你慢慢看嘛 這個就是說老師在節目裡面 我都會事先講 但是我希望你啊 能夠提早的打電話進來 好不好 提早的打電話進來 記得喔 下個禮拜的話 有一些股票的話 嚴老師準備要玩大的 那希望每一個人啊 都能夠賺得到錢啊 但是機會來了 你要好好的把握一下 這個機會不是說每天都有啊 嚴老師特別啊 請我的研究團隊啊 花了大概三天的時間啊 我們把台股一些股票啊 重要的股票 稍微看了一下 我認為 七月份 彪王之王這個投資組合三檔股票 是真的能夠幫助你的 裡面有低價股 然後有中價位的 還有高價位的 看你喜歡做哪一檔 看你喜歡做哪一檔 我們都幫各位準備好了 今天請各位 直接用手機先掃描QR Code 成為我們的好朋友 直接做加LINE之後 七月的彪王之王 你成為人家是好朋友 你加LINE之後 你直接進去點就可以了啦 我們就直接把它放在 所謂的LINE裡面 你直接去點進去 你就可以看到了 第一檔股票是什麼 第二檔股票是什麼 第三檔股票是什麼 還附有所謂的個股的 一個研究的報告 所以說今天這個機會 你要好好把握 我今天只開放給我們 運動財經台的 你今天對閻老師的 這個七月彪王之王 這份所謂的個股的研究報告 有興趣的 有興趣的 想賺錢的 今天趕快 把握這個非常好的一個機會 把握到這個好的機會之後 加LINE 七月的彪王之王 自己進去做出一個點擊 各股的一個研究報告 就直接拿得到 所以這機會上面非常難得 如果說你不方便 直接加LINE的 打電話也可以 加LINE 打電話都可以 七月的彪王之王 各股的一個研究報告 開放給大家 直接進來索取 打電話 進廣告 樓元同步 年分析師 畢竟多次蜿蜒於空頭 擁有二十多年股市經驗 擅長基本面分析 經驗大盤結構 最能凍竹基先 充分掌握風險 積極拜訪公司 深入產業研究 集中火力 快速累積縮 是您啟動財富的最佳導師 輪圓投顧制服專線 02-2321-9933 2321-9933 歡迎回到節目現場 那當然上半段的節目裡面 跟大家談到了一個 非常重要的一個觀念 那七八九月 這個行情會非常大 那現在趕快利用這個行情 稍微拉回 稍微整理了一下 趕快去做出一個滿性的動作 我相信這個動作對投資人 未來的影響性會非常大 那如果說相信岩老師的 認為說這個行情 老師從今天開始講了之後 這個行情開始發動了 大家開始玩大了 老師的多方召集令 已經發出去了 你有信心的話 可以直接跟上岩老師腳步 老師之前跟你講什麼 我說有一些股票 有一些股票 來這個叫浴金光對不對 你真的要去做動作好不好 有人在LINE裡面問給老師 老師浴金光能不能買 你問的時候在這個地方 我相信我給你的回答 你現在應該很滿意 如果跟你講的回答 跟你心裡面想的是不一樣的 對不對 你說老師你就不準了 我會不會說我很準 但是準不準你要自己去判別好不好 這個地方拉回找買點 我的看法沒有改變 往上漲我一樣跟你講 不用去追 有時候股票一定要往上漲的時候 有時候拉回反而是很好的機會 那浴金光漲完了沒有 你慢慢看 這個 只要想賺錢的人 你就要讓岩老師找得到對不對 那有人說老師 我這個股票套牢了很多 我想要換一些標股 今天開放給你好不好 你要用股票來換股票的 今天完成登記的 老師親自的回電話給你 我要先提醒你 這個買股票 是要買未來會大漲的股票 如果說這個股票 漲上去你不要追啊 有時候拉回還是有機會 今天這檔股票我沒有叫你追 對啊我先講喔 我請你拉回早買點喔 之前立基是不是跟你講 你底部沒有買嘛 有拉回機會你還是可以買嘛 控控也是一樣啊 雖然它每天漲每天漲啊 對不對 真的漲上去以後你沒有買的 你就只能用看的 所以說後面的股票應該 應該會很飆啦 那Light裡面這支你有沒有看到沒有 我相信一定有啦 參加Light的人很多啊 好不好 都看得到 看得到吃得到嗎 看得到如果吃得到 老師恭喜你好不好 兩筆單 我們之前操作兩筆單 老師今天漢磊又在動了 投資人很可愛 在Light裡面在問 老師今天漢磊又在動了 是不是你經常買了 這有時候不能講 有時候不能講 但是有些話我可以告訴你好不好 MOSB 捷地你去買賺得到捷嗎 賺得到啊 尼克森你去買你賺得到嗎 賺得到啊 我這簡訊給你看嘛 這個創新高 下個禮拜 我們準備要怎麼樣 要玩大的 那有一檔全新的標股 一個投資組合 顏老師直接邀請你上車 這個上車非常簡單啦好不好 先做一個手機 掃描我們這個QR Code的一個動作 直接做出個加Light 未來會大漲的股票 七月標王之王 就在所謂的Light裡面 直接要做出一個掃描嘛 七月標王之王第一檔股票 開放單股鎖單 加Light就可以成為顏老師好朋友 七月的標王之王 各股的一個研究報告 直接參加我們的Light 直接就打電話進來 索取也可以 請用各位趕快利用手機掃描QR Code 七月的標王之王 加Light就可以成為好朋友 我們明天見 在whetter這樣 弟弟 到現在 製作人 對